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麦全道 欢迎大家回到每个星期一次的主日学课堂 从来都说 圣经里面的人物都不是圣经的主角 圣经的真正主角是上帝自己 上帝藉着圣经的说话 向世人向每一个人去启示他自己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 这个也是向历世历代跟从上帝的人 信靠上帝的人 作出最大的信息 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要全心归向他 在我们今天打开圣经之前 让我们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 我们祷告依靠他 天父上帝主多谢你恩典 你给我们有圣经 让我们藉着圣经的学习当中 我们更加认识上帝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我们更加知道人的渺小 人的软弱 我们不能够倚靠着世上的任何的力量 任何的势力 任何的权威 能够让我们取得成功 而当我们全心归向你 当我们全心倚靠你的时候 用让你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你在我们心中掌权 居首位 我们就能够经历 从你而来的平安和拯救 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懂得 去倚靠你 仰望你 我们今天打开圣经的时候 求你借诸圣灵 赐给我们五圣 去明白主你的说话 让你的说话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和激励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 来到第23和24章 这里是第12个的预言 也是以赛亚对列邦最后一个预言 今次预言的主角是推罗 推罗是位于犹大北部地中海沿岸 一个古代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这个沿海的城市 是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心 当然所谓的国际 其实不是说是全球化的那种国际 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心 推罗是由以色列 未完全灭绝的加拿民族的后裔所建立的 可想言之就知道 这是一个外邦的国家 地中海沿岸有很多属于它的殖民地 拥有着非常强大的航海技术 当时大位所罗门王之后 他们就和以色列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有贸易的往来 同时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民间信仰 也影响着以色列人去拜偶像 而以赛亚 耶利米 以西杰 约以阿摩斯 这些先知 其实都曾经多次预言过 推罗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些灾祸 推罗跟现代商业的城市一样 人充满着骄傲 充满着各种的阴谋 因为在商业化的城市里面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里面 所有东西都是讲求利益 讲求赢 讲求赚 这些人性所追求的物质 是显露着人的堕落 以及当中能够建立到的权势 今天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23章 我们看看上帝对推罗讲的是什么的预言 第一节 论推罗的脈事 他师的船隻都要哀号 因为推罗变为方长 甚至没有房屋 没有可进之路 这消息是从机体地得来的 沿海的居民 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 令门当静默无言 在大水之上 西河的粮食 利落河的庄价是推罗的进行 他做列国的大码头 西顿呀 你当惭愧 因为大海说 就是海中的保障说 我没有渠路 也没有生产 没有养育男子 也没有抚养同女 这封声传到埃及 埃及人为推罗的封声极其疼痛 推罗人呀 你们当过到他师去 沿海的居民呀 你们都当哀号 这是你们欢乐的城 从上古而有的吗 其中的居民 往远方寄居 推罗本是似冠冕的 他的商家是王子 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专贵人 遭遇如此 是谁定的呢 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 为要污辱一切高傲的荣耀 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 他师的民呀 可以流行你的地 好象你罗河 不再有腰带拘近你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 震动列国 至于加南 他已经吩咐策位其中的保障 他又说 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呀 你必不得再欢乐 起来 过到基提去 就是在那里 也不得安揭 我们读到这里先 这个以赛亚的寓言 他讲到关于推罗的结局 他好像一首诗歌的形式 他写了很多关于推罗 他们当时的那种的强大 那种的风诚 那种在航海贸易上面的发展 是可以说是潜无古人的那种的风诚 但是很可惜 因为上帝要惩罚他们 他们太过着重物质主义 太过着重在商业上面的斗争 以至整个的文化 整个的制度 都只是反映着赚钱 商业 贸易 这个文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去换出审判的对长推罗 介绍这个地方 就是航海的国家推罗 而第二个部分 就是宣告推罗将被加勒底 即是巴比伦所毁灭 这个是他们无法想象到的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强大的 他们在当中是非常专贵 有冠冕的 是商家的王子 这里是这样去形容他 但是很可惜 他们仍然能够被人所灭 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是十五至十八节 那里说到 预言七十年之后 推罗可以重新恢复过来 重新作为国际的贸易市场 充满着罪恶 但是 他们仍然能够悔改 归向上帝 我们看看预言的最后部分 第十三节 看下加勒底人之地 向来没有这民 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 现在他们建筑树楼 拆毁推罗的宫殿 使他成为荒凉 他市的船只都要哀号 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长 到那时 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 照着一黄的年日 七十年后 推罗的警方必像妓女所唱的歌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 那琴周楼城内 考谈多唱使人再想念你 七十年后 耶和华必眷顾推罗 他就赢得利息 与地上的万国交易 他的货财和利息 要归耶和华为胜 必不值赞存留 因为他的货财必围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 使他们吃饱 穿内狗的衣服 我们读到这里 的确 这个预言的最后一个部分 是讲到七十年后 推罗可以重新恢复过来 重新继续在地上的交易 作为国际市场 但是当我们看到最后的部分 我们就会知道 他们的货财利息要归耶和华为胜 必不值赞存留 他们开始去认识上帝 他知道要敬畏上帝 而上帝也因为这样 祝福他们 使他们吃得饱 穿内狗的衣服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上帝不是要永远灭绝 推罗这个地方 上帝是容让他们悔改 归向他 去改变过来 来到第23章的结尾 这里也总结了13-23章 关于列邦的预言 是一个很重大的结论 在这个段落的里面 以赛亚宣告上帝对不同国家的审判 而去到第24章开始 以赛亚从一个世界性的角度 去预言上帝在世界每日对人类宇宙的创造的审判和祝福 而这个部分 是历史的终结的经文 就和新约的启示录 非常相似 我们一起看 以赛亚书第24章 居民背叛上帝的约 上帝又怎样降伐于他们呢 第一节 看呀 耶和华使地虚空变为荒凉 又翻转大地 将居民分散 那时百姓怎样 祭司也怎样 博人怎样 主人也怎样 毗类怎样 主母也怎样 买物的怎样 卖物的也怎样 放债的怎样 借债的也怎样 取利的怎样 出利的也怎样 地必全然虚空 尽都荒凉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地上悲哀衰残 世界败落衰残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 地被其上的居民污蔑 因为他们犯了律法 废了律泥 背了永弱 所以地被咒座吞灭 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 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 剩下的人稀少 伸走悲哀 葡萄树衰残 心中欢乐的渠道残食 击鼓之恶子色 烟乐的人声音圆笔 弹琴之恶也止色了 人必不得饮酒唱歌 喝笼酒的必以为苦 荒凉的城拆毁了 各家关门闭户 使人都不得进去 在街上欣酒有悲叹的声音 日制起落便为昏暗 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 城中只有荒凉 城门拆毁静盡 在地上的万民中 必像打过的橄榄树 又像以窄的葡萄 所剩无几 我读到这里 第十四章可以说是一幅很广阔的图画 是讲到 上帝在他所创造的大地上 进行了很大的审判 将灾祸降临到地上 使得地虚空变为荒凉 原本有人住的 居民分散 百姓都是分散 祭司都被分散 牧人主人都一样 无论不同角色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同岗位的人 同样的都受到灾害 买卖的放债的取利的 全部都无办法继续去做他们的工作 整个地变为荒凉 因为这个是上帝口中所说的话 地上的事情衰残 人民百姓受到痛苦 这些全都是因为他们在地上污蔚了他们的地 废弃了上帝的律法 背弃了他与上帝之间的药 背弃了他与上帝之间的药 所以地就被奏座 而住在其上的居民 就受到上帝的惩罚 我们可以看到整幅图画是一个很整体性的一个的奏座 是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 更加的必要的 是临到那些与上帝之间有药的那些的人 就是上帝选选的选民 这个可以说是对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但是当一切的患难过后 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同时可以体现 上帝让那些属于他的人 让那些真的倚靠他的人 仍然得荣耀 仍然有那些敬畏上帝的犹大人 他们得到上帝的保守 我们一起读第十四节 这些人要高声欢呼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 从海那里扬起声来 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 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 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 荣耀归于二人 我却说 我消灭了 我消灭了 我有和了 鬼诈的行鬼诈 鬼诈的大行鬼诈 地上的居民 恐惧 陷坑 网罗都临近你 躲避恐惧声音的 必堕入陷坑 从陷坑上来的 必被网罗纏住 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 地的根基也震动了 地全然破坏 尽都崩裂 大大地震动了 地要东倒西歪 好像醉走的人 又摇来摇去 好像吊藏 罪过在其上沉重 必然塔陷 不能复起 到那日 耶和华在高处 必惩罚高处的众军 在地上 必惩罚地上的列王 他们必被聚集 将囚犯 被聚在奴辱中 并要囚在监牢里 多日之后必被讨罪 那时月亮要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必在石安山 在耶路撒冷造王 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 必有荣耀 这段的经文记载着世界末日当时的混乱 当上帝的审判临到大地的时候 地是非常之混乱 这个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所说到关于末世的情形 有非常之近似的关系 当上帝审判世界的那一日 将会收回在地上 维持秩序 维持社会的那些种种的权力 人间的权力 人间的掌管的均皇的制度 他都会收回 因为唯有上帝自己 才是掌管全地的上帝 到上帝临到的时候 地上掌权的 都必然 羞愧 他们无办法在上帝面前 站立得住 世界出现 混乱的状况 在第24章的14-16节 其实都讲到那些属于上帝的人 即使在这个悲惨的光景之中 其实 都仍然心里面 可以有从上帝而来的盼望 藉着这份盼望 重视在患难的里面 见到世界的悲痛 但是他仍然 能够高歌 赞美上帝 能够欢呼 知道上帝的威严 知道这些的作为 这些的苦难 其实都是证明着上帝仍然是掌权作王的那位的主 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些悲难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不需要惊怕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倚靠上帝 我们知道 他会将荣耀归于属于他的人 我们知道 这一切 是他大能的作为 今天 当我们在世界上 见到很多苦难的发生 我们有时心里面都 都愤愤不平 觉得好无奈 好无助 但不要紧 圣经其实一再提醒我们 上帝才是 那位掌权作王的上帝 当那日他回来的时候 当上帝审判大地的时候 地上的君王在上掌权的 他们怎样欺压在下的人民 他们必然遭到上帝的审判和报应 因为真正掌权的 是我们的上帝 是我们的上帝 他定必救我们 拯救卑微的人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从事在世上 我们面对着很多的苦难 艰难 挑战 世上很多的事情 人被欺压 人与人之间的争斗 令到我们感觉到很疲倦 很乏力 但是主 求你帮助我们 藉着这些患难 我们知道上帝你所说的说话 仍然在这个时代里面成就 仍然的 是需要我们去更加的去依靠你 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 藉着苦难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 藉着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更加体见 上帝你是那位 我们可寄望的 可依靠的主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伺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去信靠你 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 在这个不可爱的世代里面 继续行李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这样祷告 封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